现在这个弯军萤幕的手机话题真的算是非常的热 现在在俄罗斯打造出了双面手机 正面是LCD的彩色萤幕 背面则是e-paper的电子纸的萤幕 甚至在这背面的e-paper萤幕 在手机没有电的情况之下 还是可以显示 另也是大开眼界 有趣的双面手机让人大开眼界 俄罗斯打造的双面智慧手机UTAFORN 正面是LCD彩色萤幕 背面是黑白的e-paper电子纸萤幕 E-paper电子纸是一种低成本的显示技术 最大的特色就是耗电量超低 甚至在手机没电的情况下 e-paper还是可以显示画面 UTAFORN加入e-paper元素 也玩出了手机应用的新可能 你也可以说 你正在游戴到处境 你的手机的电子纸是低 你可以拿到Google Maps 你的手机的图片显示 在手机的图片显示 即使你的手机死 到处境的图片显示 那也不错 因为e-ink的图片 没有能力 保持那些图片显示 没有公布价格 不过已经开放线上预约 欧美主要国家年底前就会开卖 其他地区还要看市场反应 决定上市与否 韩国有湾区手机 俄罗斯有双面手机 现在手机的外观设计 也将成为掌握市场的 关键之一 三立新闻 会出于综合报道